非洲是世界的第二大洲 同时他们也是人口第二大洲 非洲有大约12亿的人口 也因为非洲是处于赤道上面的 所以他们每天都是被太阳直接照射的 这也是他们非洲人为什么皮肤那么黑 也因为非洲独特的地理环境 让非洲黑人的身体非常强壮 这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非洲人身体这么强壮 但是却上不了战争 打不了仗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非洲人的性格 在军事战争方面 讲究的就是一个军事策略 排兵布阵 盲目的成匹夫之勇是根本不可能的 像我国各类军书各种兵法 而这些都是非洲人没有意识到的 就算他们有了这方面的意识 他们也很难做到全民化 因为还有很多非洲部落处于狩猎时代 想想狩猎时代离我们多远 还是千年前的事情了 非洲人勇猛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无谋也是他们现在面对的难题 一个人身体再怎么强壮 没有头脑 在现代这种高科技发达的社会 都是形同虚设罢了 当然 在最开始 人类还在旧时代的时候 非洲人是拥有肯定的优势的 他们有的强壮的体格 武力就是一切的时代 他们当然是强者 但是后来人类的智力发育的越来越强势 走向文明时代 非洲人就处于下风了 所以做人不只是单靠一身蛮力 要学会知识 运用知识 并将知识发扬光大